一年涨粉300万的旅游博主 2021年都做了些什么 2021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 从一个粉丝只有二三十万的旅游戏小博主 成长为全网粉丝超过400万的优质旅游创作者 2021年揭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我踏上了发现海南之美的旅程 哇这个太奇特了 随后一路向西探寻了云南的独龙族文面女的生活 非常危险 刚才呢我 奶奶走这儿 我不小心一查 你看 我这直接我就吊一进了 最后把车开到了距离天最近的村落 西藏堆瓦村 旁边普姆英侧 对面刚日神山 真的是太美了 3月来到巴基斯坦 体验了最豪华的餐厅 这么小的鸡 感受了最接地气的美食 有点上头 尝试了从未有过的体验 这什么意思这个 怎么在我头上烤鸡 4月探秘了古老的埃及文化 我现在来到奥金坦内部 他这儿有一个 我来看看 我好长 我现在就在图坦坎门的墓里 这个就是我的棺材 我现在真的有点害怕心 5月来到非洲 与原始的布须曼人一起吃 一起玩 入乡随作 之后还走进了埃塞俄比亚的身处 探秘了那里的原始部落 他咱们把那个摩好 都放在小筐里 然后倒在锅里了 品尝了最夸张的非洲美食 又苦又土 7月 我再次回到了巴基斯坦 这次更深度的走入了巴铁的生活 帮他们找工作 给他们放中国电影 今天我这次来 希望能够介绍我的国家 让我们的巴铁兄弟认识 还无意中解救了我们的中国国旗 一度被冠以保护国旗哥的迷途 9月 新人的召唤 与对故乡的思念 让我迫不及待的回到了祖国 在武汉封闭隔离了21天 10月 再次来到了美丽的云南 与很多的新朋友 一起玩游戏 走梯台 感受祖国的温暖 11月 与家人一起在三亚感受大海语言光 享受久别的亲情 12月 被官方邀请 走进了内蒙古 了解其他文化 感受滑雪的刺激 这三个月 其实我一直在准备一件事 就是我的下次出国旅行 我即将前往寒冷的远东极地 去寻找那一缕最美的极光 这一次 我将开着我们中国汽车出发 希望在2022年 疫情能够结束 能够让世界各国的人 看到我们中国人的身影 看到我们中国的科技 中国的力量 一起加油 到此时 我们下期望 再次介绍 我们下期视频